根据美国商业地产资讯分析服务公司科斯塔的数据 自2022年8月以来 加州城县的公寓租赁价格持续下降 需求量也达到了10年来的最低水平 数据显示 全县的价格在2022年8月达到峰值 约为每平方英尺2.97美元 随后便缓慢下降 下降趋势在去年10月份加速 然后稳步下降 科斯塔估计 目前每平方英尺价格为2.88美元 比8月份下降了3% 市场分析人士称 房屋中位价居高不下和贷款成本增加 抑制了全州的房地产销售 而租房市场因利率上升得以艰难维持 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 是加州不断减少的人口和高昂的生活成本影响了房市 注定房产的竞争力减少 从而导致了价格的下降 另外 全县房地产经纪人指出 最近的暴风雨也影响了短期的租房需求 随着温暖气候到来 预计房屋控制率会下降 新唐人电视台洛杉矶记者站综合报道 会长时间转发收入